欢迎回来台南古老的西市场历史接近百年 当地人都俗称大菜市 老店和年轻店家不同世代的老板 在这里共同经营他们的人生 今年五位来自台南的中正大学毕业生 在大菜市里待了超过半年拍摄 年轻人的创业梦也拍摄 传承七十年老店的生活哲学 学生说这是一趟反省之旅 他以前都一直以为菜市场嗷嗷草草 但是拍完了之后他发现 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我是一个台南人 22岁 现在在家里讨历 可能是我们家大厚很薄 小孩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有大菜市这个地方 大菜市台南的西门市场 建于1905年的日制时代 历经时代的更迭 依旧是人潮商店急剧的热点 有老店家在这里头屹立不倒 也有年轻世代回油开店 他们要告诉你 这里不是只有小吃 中正大学传播系一群大四学生 用镜头记录下大菜市里三个世代的店铺 有一对小夫妻在这儿用味道找回阿公的杏仁茶 还有从半夜开始工作传承第二代的牛肉铺 以及开业七十年阿嬷的五金行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差不多要差不多 这时候是什么 现在去的四十五块 去的四十五块 其实我们很贵 对 你贵多少 不要跟你说 我贵多少 八十五块多了 导演兼摄影的欧场亭 为了拍下最自然的那一面 费尽苦心 为了人生指导的第一部纪录片 欧场亭进驻大菜市超过六个月 阿嬷都当他是自己的孙子 彼此之间也擦出奇特果花 你觉得我去那儿 天天鱼那样的 我买买 我说你带的也不太乖 很奇怪 不奇怪 是你觉得奇怪 那么奇怪 你很怪的 我不爱 我们聊一聊之后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要去买甜甜圈 然后我们觉得这过程 很有趣又很冲突 怎么会有一个老阿嬷想吃甜甜圈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想说 不行这过程我一定要拍到 因为太有意思了 相信自己身为台南人的直觉 欧场亭补捉能表达大菜市精神的一锦一物 就直觉到说 资家店是有搞头的 他是有内容的 或是说这个人 他的眼睛就传达出 他是愿意跟你讲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你也没有办法去问别人说 有没有这家店 所以就是这半年来 就是不断的一直去看 一直去看 去看说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是我漏掉的 小时候欧场亭就跟着妈妈一起逛大菜市 和同学一起完成纪录片的拍摄制作 他说这是一趟反省之旅 改变了他对菜市场 就是脏脏臭臭的印象 我觉得是在反省我们自己 反省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民国八十几年后出生的 我们对菜市场这东西 对上一代人记忆 或上一代人打拼的地方 老实讲我们真的很不熟 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了解他们 一群年轻人希望透过这部片 呈现传统市场里 各个世代的生命故事 时代一直在交替 始终也一直在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 大家心目中的大菜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